关心苗栗县医疗副总统赖清德视察卫生福利部苗栗医院 听取宪政启动的急重症医疗大楼扩建工程 及放射肿瘤治疗中心计划简报 副总统赖清德当场允诺全力协助 并期盼降低国人癌症的死亡率 打造健康台湾 副总统赖清德联媒多位苗栗县议员 与苗栗县副县长邓桂菊等共同视察部立苗栗医院 院长李明辉针对宪政进行中 耗资12亿多万的急重症医疗大楼扩建工程 及院方自筹近3亿接续新建的放射肿瘤治疗中心工程进行简报说明 我们苗栗县有两大重要建设 第一个是我们放射肿瘤中心 第二是我们急重症大楼 这个我们在进入已经在上网招标 但是因为目前盐物料上涨及切工切料 我们放肿中心已经流标8次了 那这个目前正在上网公告中 急重症大楼已获得中央权力协助经费进行 而后续放射肿瘤中心除了硬体大楼新建之外 后续还需要庞大的设备经费 副总统当场允诺协助 能够提供及时的诊断治疗 甚至对于造成我们国人死因的第一位 能够提供一条龙的服务 从手术化疗到放射治疗 因为放肿的治疗是这个经位是我们自首基金 但是它只是一个硬体设备 未来里面还有一些高端的设备要进来 那个都要上益的 由于苗栗没有准医学中心设置 副总统也期望在这两项重要医疗设施完成之后 能够有效降低苗栗限明 在急症重症男症和癌症的转出率 可以就近在县内就医 不用再周车劳顿 他也与在场的医护人员一一级长加油打气 希望借此达成 他有效降低国人癌症死亡率 营造健康台湾的愿景 所以我希望能够结合大家的力量 打造健康台湾 一方面让我们国人健康 让国家更强 也让世界拥抱台湾 除了协助优化苗栗县医疗环境 来副总统也强调 已经争取增加医护人员实行的新点 改善工作人员的福利 大家一起携手打造健康台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